中国皇宫中的家具,特别是清代的皇宫家具,均是挑民间优秀的木匠到京城造办处来制作的。 挑上的工匠自然会觉得很自豪,所以会更充分地施展自己的才能。 把民间好的饰样花纹展示出来,生产出的家具也就自然而然地会受到民间流行风尚的影响。 所以宫廷中的家具确实精美,很时尚,很高贵。 而且清代不少宫中家具还要按照皇帝的要求制作。 如据内务府档案记载,雍正四年,也就是公元1726年9月初四, 廊中海望时出榆木照漆扇桌一时,奉旨,而等坐漆桌时照此桌款式,将上面水栏边放宽, 披水芽收窄,其披芽有尖棱处,灼更改。 桌子下节放壮些,不必起现。 上面因画何样花样,而等灼亮彩画,针瓷,观照得如此之细,可见皇帝对家具的用心。 此张故宫收藏的紫檀小方凳是乾隆时期制造的,高41.5厘米,面径37厘米。 凳面边沿,雕香铜线,方腿直足,下彩圆珠。 做工虽精细,但不繁杂,显得端庄雅致。 这款紫檀嵌发廊面团花纹方凳,也是乾隆时期的产品。 但它因为凳面是黑漆描金的,四角嵌发廊片,下层嵌发廊平柱式, 凳腿上也镶嵌着同胎发廊齿纹。 由于法郎的颜色较艳,所以此凳与前款凳子给人以不同的视觉感,显得很华丽。 此外,方形磨角文竹凳,紫檀如意文方凳,紫檀双龙细珠三方凳, 黑漆描金折织花纹春凳,黑漆描金勾云纹胶态式坐墩, 替红奎龙纹方坐墩,都给人的不同的视觉冲击。 清宫家具有很多都是洁净装饰之能饰, 这款紫檀嵌螺垫花卉纹长桌,桌面平素, 但桌面下竖腰,而且在竖腰上是撒金嵌螺垫符纹及蝉织连纹, 竖腰下装脱腮,用曲形牙条,中央垂挖堂肚,方材直腿。 面延牙条及腿上均有张兆、苗金会的灵芝、梅兰、竹楠等花卉纹饰。 最为称奇的是,在面延及牙条上还应刻填金张兆的提词及款式。 张兆自德天,号天平居士江苏人,是前康熙年间的晋士, 历史康熙雍正乾隆三朝,公至内阁学士行部尚书, 擅长书画,为管阁体代表书家,常为乾隆代彼。 这款长桌,您看得出是用木料做的吗? 对,这是一款紫檀嵌铜丝影式长桌。 桌面边沿嵌回纹,面下有嵌回纹竖腰,脱腮上起线。 桌牙与牙头用一幕连坐,边沿凸起,框上起线, 框内浅回纹锦地,雕奎龙纹。 两侧牙条正中浅寿面咸环耳,四腿外撇。 此桌仿骨仿得很像,工艺复杂精湛, 给人以古朴典雅之干。 在清宫旧藏的桌子中, 紫漆花草纹条桌, 黑漆欠玉苗金百寿子炕桌, 红漆欠罗垫百寿子炕桌, 紫漆苗金花卉纹葵花式桌, 田漆浮寿文半圆桌等等, 都是难得一见的精品佳作。 这款黄花梨嵌罗垫奎龙纹抗暗, 是清早期的作品, 其暗面呈平头长方形, 上用紫檀木片, 相成珠花、叉角及开光。 正中为嵌色石罗垫吃龙, 花朵纹,边沟窝旋纹加紫色石圆珠, 两腿间相有镂空吃纹岩板, 四腿缩进里面安装, 足为云头形足。 这种将腿缩进安装的形式在当时比较少见。 替红蝉枝花纹抗暗, 原为清宫养心殿所用之物。 抗暗通体替红, 暗面边沿雕蝉枝莲纹及拐子纹, 面下竖腰的回形框内叼符纹, 暗腿满是花草纹, 稳重而又喜气。 紫檀云符纹画案高八十九厘米, 长一百九十一点五厘米, 宽六十九厘米, 是一款别具风格的画家。 画案四脚与暗腿以纵脚笋相交, 为典型的四平面做法。 暗面与四腿之间, 以浮雕云符纹牙条相称圈口, 腿肩以横承连接, 雕内翻长拐子纹四足。 这款案虽称画案, 但其主要用以陈设。 这是一款积案, 叫紫檀符纹边架积案, 案高九十五厘米, 长三百八十五点五厘米, 宽五十二厘米。 在案面侧檐, 雕有云符纹, 面下有两个架鸡, 雕刻很复杂, 很精美, 架鸡有竖腰, 透雕着云符纹, 鸡壁有勾云形开光, 开光外透雕蝙蝠、 兽陶及蝙蝠弦, 象征福寿无边, 万寿无疆。 还有黑漆苗金山水楼图抗击, 紫檀铜绳细纹抗击, 红帝田彩漆山水图抗击, 紫檀龙纹香击, 紫檀蝉纹香击, 紫檀平式香击等等, 也都是精品中的精品。